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宋元小品里面的这个桃花跟这个杏花 还有我的作品的一种创作的过程跟形象 再跟大家讲讲这个工笔画里面 勾线完了以后 这个怎么去分散的技法 大家看看这张宋元小品 这个桃花 就桃花来说是非常艳丽的一种花 以前没到北方的时候呢 看到南方的桃花都是比较稀小的 到了北方以后 尤其到了这个香山的植物园桃花节 桃花盛开的时候 那个花让我惊呆了 就好像那个鸡毛毯一样 一串一串的开得旺盛的不得了 在宋元小品这张画里面 它只是截取了两个品种的两枝桃花 作为一个画面上的一个安排 这也是小品画里面最常见到的 非常经典的一种构图 而且来说这张画 它把桃花画得艳而不俗 非常的高雅 这个就是画家里面的修养 它的学养跟它的技巧 全部融为一体 因为大家都知道 甜 俗 赖 这个是画里面最忌讳的 它这张画画得不甜 也不俗 桃花里面能画到这个品味 格调是相当高的 它这里面用的技巧 技法也就一个句 就是分岩 它这种分岩 分岩得非常的到位 钩的线条也是非常的精准 所以来说整个画的里面的 画的造型 到里面的这些叶矩的 勾线都显示出这个春天里面 桃花盛开里面的那个精神 全表达出来了 就是说它这个艳而不俗 这个矛盾处理的这么好 这个需要同学们平时多读书 所谓书能养性 在看书的过程中慢慢把修养提高 画的品味格调也慢慢跟着提高 这第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它这张画里面的桃花 正反这个侧面 这里面的安排都是它经过大量精心的观察 慢慢的去品味 也把桃花的这种枝头生长的这个规律 在这张画里面充分地显示出来 所谓它这几个交叉 看是简单 但是它交叉的这么好看 这几个花轮安排的这么好 这个位置也是这个画家 经过主客观结合 非常完美的一种安排 这里面的安排也是前面提到的 它里面的空白处理得非常的到位 大的空白 中的空白 里面每个小的空白 每个空白的面积不一样 在教学生的构图课里面 其中有一个就是怎么去分割画面的空白 这个是构图课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 而在这张画里面 宋人小品是把最普通常见到的桃花 就用很小的两枝 就把这个构图分割得非常的完美 所以它成为一张非常经典的作品 大家再看看这张杏花 杏花跟桃花 今天一块说 就是说 作为一个花鸟画家 他要对花 对草 对鸟 都要深入地去研究 去慢慢欣赏 去品尝 有条件的 最好种种花 在这个过程中 一个是培养出感情 一个是观察出 它好上差不多的花 实际上来说 里面的区别是很大的 这个必须要慢慢地品尝 好上差不多的花 实际上来说 它是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 它开花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杏花来说 也是北方的杏花开得特别的漂亮 就是说 杏花节的时候 去看杏花 也是人生的一个非常大的享受 这个杏花里面 它整个色彩来说 更整体 它里面都是一个卵调为主的去处理 但是它处理的单纯而不简单 就是靠里面这些红颜色的 微妙的变化的安排跟处理 所以来说 它这个画家更聪明的一点 就是说在这张画里面 用了这些小的点台 这些一点灰绿 这几点灰绿 在这个画面上 起到一个补射的作用 这个在色彩学里面 都说得很清楚 但是在处理的时候 它能够处理得这么巧妙 这么自然 这么丰富 让人家 不露痕迹 这个就是画家的高明 它里面 就是一个枝干出来 这个穿掐里面 这几个安排 让你感觉到 杏林里面的 一大片里面的 一个角落 开得这么好 你联想到 那个杏林 整片开的时候 那个场景 是非常漂亮的 他画这个花的时候 用的这个白颜色 也是非常到位的 就是说经过这么多年 它还是那么透彻 那么把花瓣的那种轻盈的感觉 能表达出来 但是它又不轻薄 这个轻盈而不轻薄 这个矛盾是非常大的 他能够把它处理得这么好 也是这个画家的技巧 非常高明跟高超 所以来说 它能够成为一张非常经典的作品 这张作品 是我20年前画的一张作品 它体验了当时 我还年轻的时候 那种绘画的那种心态 就是希望画面很饱满 很充实 来说它这个画里面 画的是绣球花 绣球花里面 都是非常常见的那个花 当时来说 看到绣球花还开得很好 很灿烂 就想画张绣球花 一直找不到气候点 有一天 在一个很大一重绣球花里面 看到它是去年干枯了的绣球花 在底下长出很多很多的绣球花 这个绣球花就起到这个线的作用 因为画绣球花 当时老在苦老一个问题就是 它一团团没有绣 在生活里面发现了这个老的绣球花 而这个它在一个角落里面 花工 花龙也没去修剪 而这个枝干刚好形成一个非常美的一种形式感 来说这个大的构图来说 基本上在心目中就有了一个构图 但是在老代瓜里面 苦苦苦地在想 想了半天还没动笔 为什么 因为就感觉来说 它绣球花都是一团团的 长得很分散 怎么把这个画面让它精彩起来 一直没找到一个气候点 有一天坐在画室里面 刚想画画 一群这些脆鸟 这种叫伤失鸟 它就突然间一群飞过来 飞过来以后就突然间马上飞走 过了一会儿它又传一群全部马上飞过来 又飞走 这里面那种感觉突然间让我联想到 在这个画面上出现就精彩了 因为来说它这个 这个伤失鸟来说 它这个绿的颜色 跟这些颜色来说它非常吻合 但是它里面有一丁点小红点 还有几点黑 这里面在画面上里面这些点 里面的在小点刚好跟整张这个大的画 形成一个呼应跟对比也很协调 这张画里面充分显示出绣球花里面的那种多变的颜色 绣球花让我感觉它最丰富的是里面的一个一团团 这种感觉 另外一个就是说它几乎每一朵花的色彩都是有变化的 所以来说在这张画里面另外的一个难度就是把这个 这个色彩的安排里面的怎么去复印 这个跟这组 然后跟这个的一种复印 然后这个绿的跟这个鸟怎么在协调 怎么这个鸟跟这些的一种对比 这里面这个鸟跟这个鸟的这些色彩的安排 在这里面做了一个很精心的安排 这个精心的安排 同学们可以在画之前先做一个小构图 小的色彩稿去安排 这样来说会省了很多工跟省了很多事情 因为它画这家画的取材 是在一个小的石头的山坡里面 一个角落画出来的 就里面把这个人工的种的花 跟它没有修剪 它把去年的这些鸟干老干还在 这种感觉跟在画面里面的这种点线面的 一种非常吻合到位 在这张画里面充分地表露出来 今天来说把这个勾线跟分展这个过程 局部的话给大家看看 前几节课里面讲过的 宋元小品的一张经典的作品 我们这张经典的作品 可以作为一个线描 反复去勾 反复去练 这张线描是我读研究生的时候 反复勾反复练的其中的一张 就是说把它整个这个主体的这种精神意味 全部勾出来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你要来说在里面 我今天来说就把里面的局部的勾线 跟这个分展告诉大家 有没有练习的 把这个底稿放在这个砖上面 然后来说先把里面的叶子把它勾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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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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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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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